Hello大家好 7月份就要结束了 想必大家把数冠DLC刷得差不多了吧 不知道你是否通过了绝缘龙的考验呢 反正我还在受苦 毕竟不太适应神威聚合的节奏啊 那么话说回来 8月份我们又能在Switch上玩到哪些游戏呢 这根据游戏的推荐程度 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榜单 方便大家选择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开始吧 第8位 沙家魏托领域高清版的繁体中文 8月25日发售 本作是以1997年发布在PS平台上的 同名作品为基础 进行重新制作的高清版 游戏画面得到了全面的进化 角色 环境和敌人都使用了全新的高清贴图 游戏的选择界面已经过了重新设计 更符合现在玩家的习惯 还提供了倍速功能 方便玩家体验剧情 本次重制版还大幅增加了游戏的内容 除了原作中的7名角色外 还加入了当年没来得及加入的第8名角色 原本的7个角色 也重新加入了当年未能收录的事件内容 可以说是沉寂满满 如果你喜欢JRPG 那么8月份的这款游戏 绝对不容错过 第7位 PP侦探 未来的名侦探登场 中文 8月11日发售 从名称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款子公像游戏 游戏中玩家将成为侦探的助手 来协助办案 利用手中的相机来发现证据 并与NPC对话发现线索 找出罪犯 在揭开案件真相 进入抓捕罪犯的情节时 玩家会在迷宫中游玩小游戏 来实现抓捕 另外开发组也考虑到侦探类游戏的特点 就是玩家们一次通关后 就不再有动力二次游玩了 所以制作组还特别加上了随机要素 侦探的必杀机演出会随着游玩过程而变化 本作拥有全程中文配音 NS平台独占 第二位 偶像经理人 中文8月25日发售 本作在去年已经登陆Steam平台 这一次推出的是主机平台版本 看到这个日系可爱画风和人物形象 你绝对想不到 这竟然是俄罗斯的独立游戏开发者制作的游戏 偶像经理人是一款以日本女性偶像 养成为主题的模拟游戏 游戏中玩家将担任经纪公司的管理者 目标是从零开始培养年轻的偶像团体 包括最开始的全国试镜初选 确定偶像成员 选好了团队成员之后 还要为团体确定风格 并制作单曲 吸到歌曲的类型 作词编舞都需要玩家来确定 除此之外 玩家还要经营公司 给女团成员安排舞蹈教练 安排编舞老师制作歌曲 另外还需要安排女团成员们的商业演出等等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娱乐圈偶像打造的过程 这一款游戏甚至能帮你增长不少的相关知识 另外在游戏中 玩家还可以与偶像培养感情 进行对话 发展好感度 触发事件等等 具有一些恋爱养成要素 但是女团也有毕业的一天 所以如果玩家有这个打算 一定要把握好时机 在毕业之前抓好机会 好好行动 第五位诅咒高尔夫中文 8月18日发售 本作是一款类高尔夫游戏 采用了2D横向卷轴的玩法 并结合了部分Rublike元素 在游戏中 玩家扮演的一个高尔夫选手 本来即将在球场上夺冠 不料突然出现意外导致身亡 然而这位选手既没有上天堂 也没有下地狱 而是来到了高尔夫的炼狱 玩家需要一路闯关才能获得新生 球场仍然由18个洞组成 但游戏开始后 球洞会从70个已经设计好的模型中 随机选择 组成一个全新的球场 让玩家每一次的探险都别具一格 球洞类似地下城 有不同的路径和方向 都可以通向奇标 当然沿途也有少不了的敌人和陷阱 当然 除了有各种危险物阻碍玩家外 也有一些取得优势的方法 比如地图上也散落了各种助攻物品 传送器也能帮助玩家更快接近奇标 如果正确引爆TNT炸药 还能发现隐藏路径 除此之外 游戏中的冰球能够冻结水 用火箭球能够引导小白球达标 使用传送门能帮助玩家脱困 游戏中的强化道具多达20多种 感觉是一款精品游戏 第四位 米德加德部落 中文8月16日发售 这是一款多人生存动作RPG类型的游戏 主打PVE玩法 虽然也可以单人游玩 但官方建议玩家组队线上多人游戏 才能完整地体验到游戏的乐趣 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一位英零战士 阻止冥界怪物入侵世界树 白天时间里 玩家需要在荒野战斗中寻找资源 制作护甲和武器 并在村庄布置防御塔 抵御怪物在夜晚时发起的进攻 本作最多支持十人在线合作同乐 白天的时候需要与伙伴分配好资源 才能在战斗中最大化优势 过关后玩家可以获得奖励 用于购买英雄皮肤或制作装备 在完成成就后 还能解锁一些特殊职业 本作是一个主打多人合作游玩的线上游戏 非常适合Switch多人同乐的特点 游戏的PC和PS版已经在去年发售 8月推出的是Switch版 是8月份非常值得一试的游戏 第三位 咩咩启示录中文 8月11日发售 在咩咩启示录中 玩家将扮演一只羔羊 在被送上刑场时 突然被一个陌生人拯救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这只羔羊选择跟随这位陌生人 并把它尊为自己的信仰 从此玩家就开始在这个怪异的 充满错误欲言的大力上 建立自己的宗教 并周游多个神秘地区 让信徒们成为忠心虔诚的群体 并不断向他们灌输自己的信念 成为一个真正的邪教组织 游戏中 玩家将一点点推进 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也将面临新敌人的挑战 玩家需要击败其他势力的领袖 并吸收他们的信徒 最终确立起自己邪教的 唯一统治地位 回到基地后 玩家还将设法满足追随者们的愿望 来获得他们的奉献 利用这些资源来打造新的建筑 并举办黑暗仪式来抚慰神女 同时还会举办步道会 来强化信徒们的信念 而随着信徒的奉献增加 玩家的势力也会扩张 将能够探索生理的更深处 发现一些更加黑暗的秘密 本作是开发千绝史诗的工作室的 又一款新作 前者在六月份推出的时候 就获得了玩家的一致好评 堪称老千模拟器 而就宣传片的内容来看 本作拥有可爱的画风 精致的战斗 经营和建造要素也非常细致 是八月份非常值得一试的游戏 第二位 双点校园中文 八月九日发售 双点校园是一款大学经营模拟类游戏 玩家将作为大学的管理者 来亲手打造这所梦幻校园 引导学生们走上正轨 并处理大学中发生的各种事物 双点校园是双点医院的系列新作 除了模拟类游戏都具备的商业管理和空间配置外 双点校园还继承了前作幽默搞笑的设计 比如游戏中有一些愚蠢的设定 也有一些异想天开的学科 譬如机器人系 间谍系 魔法系课程等等 玩家在游戏中除了需要建立和管理学校的各种设施外 还需要解锁新的课程 聘用大学教授 遵出那些懒惰的学生学习 好让他们毕业 本作采用了关卡制来让玩家体验大学的经营 从已经有的试完来看 第一关是自然科学系的内容 第二关是料理学系的内容 第三关和第四关 玩家将进入歧视学和魔法学系进行体验 总的来说 本作是8月份能够玩到的一款大作 如果你有XGP的话 那么在首发时你就可以免费玩的 第一位SD高达基豆同盟 中文 8月25日发售 本作集结了机动战士高达系列的各种机体和角色 是一款跨越了各部作品世界观的 高达动作RPG作品 游戏讲述了高达故事因为迫使现象而出现扭曲 为了修正这个世界的虚假故事 玩家将担任小队队长 率领三架机体组成的小队共同作战 本作中玩家可以运用高达的各种武器攻击敌方 体验到爽快的战斗动作 并且有逼真的贴图和建模表现 为了突出高达在战场上的英勇作战 开发组特别将高达的机体表面进行了老化处理 看起来更加真实有魄力 本作主导多人连击共同游玩的要素 执行任务时 最多可以和两名好友共同作战 一同奔赴战场 同时本作的战斗系统也经过特别设计 每一个高达都拥有自己特色的必杀技 特席攻击 使用特席攻击打倒敌人可以获得更多的金钱 战斗系统中还特别设计了 浮空攻击 空中攻击 回转攻击等招式 让玩家体验到爽快的战斗 好了 本期Switch游戏推荐就到此结束了 8月份能够尝试的精品游戏还是很多的 希望大家在这个暑假能够玩得开心 玩得愉快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